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的命理明灵堂就来看看 我们在2022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选中 国民两党目前已经正式推出的台中市市长的候选人 一边是国民党现任的市长卢秀燕市长 来守护未免者的宝座 以及民进党所推出的挑战者候选人 立法副院长的蔡其昌副院长 因为似乎民众党他没有推出参选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两位来做一些的命格分析 看看谁在年底的台中市市长选举中会有获胜的可能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这一次的年底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推出的自然就是现任的台中市市长卢秀燕 卢秀燕市长出生的时间是1961年的8月31日 今年虚岁也62岁了 这个生日化作四诸八字 即为辛丑年秉申月的秉申日的吉时 按照惯例我们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下 我们的命理名人堂的名人资讯 都是取自于历年的选举公报上面载明的公开信息 所以没有侵犯任何名人的个资的问题 但是也因为如此 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取得名人的确切出生时间 而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针对命格的评估 它的准度 至少会降低25% 只会降低的更多 不会更少 因为出生时间对我们命理推命 这是十分重要的关键 而如果该名人出生的时间恰好是晚上11点 那就不是降低准度的问题了 整个盘面都会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里老师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而我们看到我们的卢秀燕市长的格局 他就不是跟我们之前谈到的名人一样 都有各自的强项 卢秀燕市长既不像林嘉隆前部长与侯友宜市长这样 属于自带强大时韵与气场 也不是像前新竹市市长林志坚这样 特别受到长官的喜爱跟提拔的格局 卢秀燕市长基本上 他是属于靠朋友以及兄弟姐妹 互相扶持而能成就的格局 这么说好了 卢秀燕市长他绝对不是一个具有领袖魅力的人 而是一个能在团体中取得最大公因素的角色 在一般的社团里面 他不是最耀眼的那个 真的要推选领导人 无论是在民间或是在政治的党团里面 他都不是第一个会让大家想到的人 但是如果他表示他想要来参加竞选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多人去反对这样子的类型 而以这种格局的人来说 遇到团体内部有纠纷的时候 通常也不会是第一个跳上火线 来辩论事情的是非取值或是对错 而是会先静静的听两方面不同的意见 以及真实的点 然后在自己的心里面打一个小算盘 最后等大家的脾气跟火压位都降低很多之后 才会慢慢的站出来调和这些争议两方的一些立场 来试图化解这些团体里面的一些尴尬 所以以这种格局人来看 他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桥接的齿轮 你说他这个齿轮不重要 但是很多事情少了他不好去做 而如果你说他很重要 但说实在的比他厉害的角色还是有很多的 而这样的格局 为什么在2018年可以击败强悍格局的林嘉隆前市长 夺下了台中市市长的宝座呢 这个部分老师之前有提过 那就是基本上只靠卢秀燕市长自己的格局 是完全打不赢林嘉隆市长的格局 也就是单挑选举的话 卢秀燕市长是一点点胜利的机会是都没有的 不要跟老师讲他获胜的票很多 这个不是这样子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选战 相信各位记忆犹新 卢秀燕市长的竞选 基本上不是一个人的选战 而是他打着北汉子 中燕子 南突子的状况 由侯友宜 卢秀燕 韩国瑜三位直辖市市长的候选人 联合竞选的体系 来进行的选战策略 所以也是符合了卢秀燕市长 是必须靠的兄弟姐妹 来一起扶持的格局 而获得的胜选 所以知命啊 你还要懂得会用命 当我们理解了自己的命运 然后把自己当成运转我们命运的工具 那么其实很多事情啊 我们可以处理的比现在要好很多 很多时候啊 我们在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啊 都容易怎么样以我为出发点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偏见啊 跟一些的狭隘的想法 我们能看到的 能做的 能克服的 就会变成很有限了 而在今年的选举中啊 卢秀燕市长 想要守护住他的市长宝座 那就必须从外部 也就是地方的派系 以及党内同仁的奥援 与协助 才能有比较高的胜选机会 而对卢秀燕市长 稍微比较加分的地方是 今年的太岁啊 对卢秀燕市长 有着太极贵人的极星来守护 加上还有红蓝星 跟一马星的辅助 所以卢秀燕市长 只要能够非常勤跑基层 以及整合好地方的派系 他们的利益 基本上就可以从地方 获得比较强大的力量 来支持他的连任 这也是很考验一件事情 就是台中市市民 对卢秀燕市长 这几年来的政绩满意度 就是一个考试了 而至于国民党本身 尤其是高层 能够给卢秀燕市长的帮助 是很有限的 所以这一场的卫冕者保卫战 对卢秀燕市长来说 就是打着跟过去不一样 而是自强之战的局面 而我们看完了 现任市长卢秀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民进党推出的台中市市长候选人 为现任的立法院副院长 蔡奇昌副院长 蔡奇昌副院长 他出生于1969年的4月16日 现年53岁 这个年龄就当到了立法院的副院长 也算是少年英雄事业有成了 而蔡奇昌副院长的生日 化作四柱八字 即为己有年 勿成月 心有日的吉时 以蔡奇昌副院长这样的格局 那么老师会给他评定为 诸玉之命 就是珠宝 跟玉佩的这样的命格 也就是说 以这样格局的人 他是一个天之聪颖 在学习的过程中 别人可能需要苦读 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成绩 但是我们的蔡奇昌副院长 就可以用比较轻松的心态 去温习的书本 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成绩 所以基本上 对于蔡奇昌副院长来说 读书考试 对他来说是一个经历 但是不是他需要刻意追求的目标 也简单讲 他对读书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 而以这样格局的人 他天生就具有 受到大家喜欢的特色 所以说无论是朋友 兄弟 亲戚 或者是长官 大家都颇喜欢 蔡奇昌副院长这样的人 因为相处起来 感觉很轻松 而且蔡奇昌副院长 第一 不会去争什么风头 第二 他也不会为了自己 刻意去打压了别人 第三就是 他如果得到了好处 他也会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样子的人 颇能够受到团体里面的喜爱 而这样的人 出来选举 是不是同样的 能够获百姓的青睐 而能当上了地方的首长 成为白李红呢 这个部分就比较困难一点了 因为蔡奇昌副院长 他可以在限定的团体之内 获得一定的支持 以及关照 但是这样的人 要放到首长的大位 那就不大够他的力量了 这个我们在命理上 虽然我们刚才说 蔡奇昌副院长 是属于诸玉之命 这样的很尊贵的格局 但是这种命格 选个议员 选个立委 那还算可以 但是如果要把他放到正位上面 就是当一个市长 成为一方的诸侯 这样的诸玉之命 必须他的力量 是能够达到了 变成国之大器 比较有机会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位 所以除非蔡奇昌副院长 他的出生时间 有给他加分很多很多 足以把他这个诸玉之命 提升到刚才讲过的 国之大器的格局 不然以他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盘面 要来担任台中市市长的挑战者的位置 来试图攻城掠地 夺取一城之主的战果 他的困难度 实在是真的比较高一点 那么蔡奇昌副院长 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 这当然也不是了 因为蔡奇昌副院长 他今天获得的助力是很大的 首先虽然是他个人的关心 是比较薄弱一点 但是他的背后 有强大的组织的力量 给他源源不绝的资源以及动力 也就是说 这个攻城的主帅 虽然他本身的战力不是很强 开不了无双 但是他的军械粮草 可以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上午发个军需需求 下午你就可以收到货品了 而战争一部分打的就是谋略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之外 另外一部分打的是将帅 指挥调度 攻城掠地 另外一部分 就是打的就是粮草 让部队的士气能够高昂起来 加上蔡其昌副院长的格局 今年是逢到了天蚁贵人的新秀照耀 基本上谋略的部分 也会有后端的贵人来帮他出谋献策 尽可能的帮他打赢这场选战 不过要说有什么样的缺点 那还是真的是有的 那就是今年蔡其昌副院长 本身也受到太岁给他的截煞心的影响 所以他在讲话跟发言上面 如果他不是造稿念 而是被他人 例如记者 在彼此没有套好招的状况之下 突袭式的发问来去采访 那么蔡其昌副院长就可能讲出对他选情很不利的言语 进而去影响选民对他的观感 所以这一点对绿营的谋势而言 要如何保护好我们蔡其昌副院长的发言攻防 这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了 所以从这两边来看 今年也就是2022年底的九合一大选 台中市市长的选举中 谁的赢面比较大呢 按照目前我们所已知的盘面而言 来做胜选概率的评断跟分析 那么卢秀燕市长对上蔡其昌副院长 他的比例就是68比32 这个卢秀燕市长 为什么他分数比较高呢 他原因是因为卢秀燕市长本身的关心 虽然没有太大的光芒 最多只能守恒 而且还偏弱一点 但是毕竟他是在位的市长 本身也受到这个位置的官革新加分 分数自然是比较高一点 而在另外一个因素 那就是蔡其昌副院长 他本身的关心薄弱 但虽然本身身为了立法院副院长 但是他个人的关心 并不是属于正位的关心 而且他在战场 是在远方朝廷以外的诸侯之争 性质上他的差异是颇大的 所以以他现在立法院副院长的关心 是没有办法给他成为将帅 然后去攻城掠地作战的地位 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 所以在整个选战方面 如果论单挑 那么蔡其昌副院长 今年想要拿下台中市 他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不过这个结论也仅是建立在 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命盘格局 所能够评论出来的结果 而这里面也有可能 卢秀燕市长的出生时间 让他扣了很大的分数 或是蔡其昌副院长 他的出生时间给他莫大的挹注 从诸欲之命提升到国之大气 那么这个胜负就还有更多的讨论空间 这里老师最后讲一次 我们的命理名人堂 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命盘跟命格的评分 是因为少了我们这些名人的出生时间 所以准度至少会下降25% 只会下降的更多 不会更少 如果其中一个候选人 哪怕是卢秀燕市长 或是蔡其昌副院长 只要他出生时间是半夜的11点 那么整个盘面都会变成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所以感谢各位今天收看 记得按赞订阅 加开追踪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